然后接下来呢 这是Site Site完了之后 我们看构造方法注入 构造方法注入的话 那肯定得有构造方法了 这不用说啥了 赶紧来创建一个吧 咱们 构造方法一共 我看我这里面 我选俩吧 要不太多了 因为一会我要把这些参数 折腾来折腾去 太多了 我怕我把我自己折腾晕了 所以我就用俩 你留一个不行 就实验不了了 咋也得用俩 好了 这个呢是构造方法 你这个打印内容 咱也得写在Super后面 是不是 要不不让写 这个是构造方法 对就它 就它被调用了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Jackson当中去注它了 Bing是吧 然后这边来一个Name 然后这叫Person2 然后这块是Class 然后等于 还等于它对吧 然后注意 这里面就不是Property了 啥呢 哪个 肯定是ConstracterArg了 是吧 好了 那ConstracterArg的话 那肯定也有名字了 咦 名呢 名啊 名叫啥 是不是有Person有个名叫Name呀 然后他的值是啥 值叫啥 换一个名吧 别总嗨了 Tom吧 然后接下来 啊 Tom Cat呀 然后接下来是Ka Ka这地方写啥你猜 R-E-F 对R-E-F 然后就还写刚才那个车吧 是吧 共享汽车这脚 是吧 然后接下来那个我在这地方就测一下了 先创建构造方法 再创建这个 再创建测试 对 Past Constru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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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吧 对吗 好 好像对啊 就这样吧 Constructor 然后这块我们要获取的是R是吧 好 然后来看一下 是吧 上面那个构造方法是上面那个 是这个Person 对吧 这Person 这是一啊 再来一遍 就变成一个了 这回 咋的事 等一下 来了 对啊 对吧 雕用的是这个构造方法 这个是构造方法 构造方法就讲完了吗 并没有 我先把它粘一下 首先呢 创建构造方法 创建Person的 有餐 构造方法 这第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 再配置它 对吧 配置Bin 好 Bin怎么配来着 这地方是吧 有两个R 然后依然跟前面的那个属性是一样的 我们用Value配置啊 简单的直类型 用Ref配置啊 那个什么叫什么引用类型 是吧 所以这个啥色来着 Value是紫的 Ref是黄的哈 好了 这个说明就不写了啊 大家都懂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测试 测试是它对吧 好 这是构造方法啊 那有的时候 我们的构造方法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方法可以重载嘛 对吧 既然方法可以重载的话 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构造方法呢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太实际的意义 但是实际情况下可能有这种 就是我这也是一个sitron 然后我不是name 我可能是color 明白吧 就是我接收两个参数 一个呢 是sitron类型的name 一个呢 是cut类型的cut类型的cut对吧 还有一个呢 是cut类型的cut 还有一个呢 是sitron类型的color 这有可能吧 不靠谱吗 太靠谱了 我看一下 就是你这样啊 我给你们写一个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这还有一个属性啊 但是我就不创建 因为太麻烦了 比如说这个人也有颜色 对呀 好吧 然后 对吧 然后对呀 然后就 对吧 你看这样 明白吧 它是不是 一个是sitron类型的 一个是cut类型的 对吧 然后 但是 对 对 咱们这个地方就叫 就叫color了是吧 就叫color了的话 那你就可能会给它区分开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 对对对 我就还是我刚才那个例子 你们别打扰我 我该晕了 就还是这个 你就这样啊 就这样 你管它靠不靠谱呢 反正现在就这样了 就是这样的两个构造方法 所以说 依然是一个名字叫name 一个名字叫cut 明白吧 然后 所以我第二个构造方法呢 就是这个了 那就颠倒过来了 对吧 然后 你们看一下它掉什么 就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测试用力 这块变了呀 你看啊 我这块 这块叫streen car 这块叫car 我这块叫car 掉了第二个了 是不是 你别管它为啥掉第二个 你也别问它怎么 它就不掉第一个 它就掉第二个了 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 怎么才能明确的指定 它应该掉我想要掉的那个 比如说我就想让它掉第一个 我不想让它掉第二个 这个有没有办法 对呀那肯定有啊 对吧 要不就不讲了是吧 就是这样啊 在这个地方对 有一个叫index 比如说index 我这块写零 那我的意思就是 我要掉第一个参数 是内幕的那个 那哪个是啊 在这呢 第一个参数是内幕的 那就上面这个是了 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你这样一写的话呢 是吧 就是这样的啊 就是这样的 嗯 貌似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因为我们要是自己写代码的话 肯定我们不会这么写的 对不对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奇葩的人 对他就跑不齐 他就说哎 我就想传这个和这个是吧 我传这个和这个的时候呢 我就想执行某一个什么业务逻辑 我就想我的 我有一个小汽车 小汽车的名字叫啥是吧 然后我要是掉这个呢 和这个的时候 我就想写另外一个业务逻辑 是那个 我的小汽车的名字叫啥 我叫啥啥啥 反正他就想不想 执行不同的业务逻辑 但是他传的参数还都一样 那么这种情况 反正有个index 能帮你解决这种问题 你把它记住了就可以了 明白吧 重载 也属于重载 对 我们所说的重载是啥 是参数列表不一样 参数列表指的是啥 三方面 第一顺序 第二数量 第三数据类型 有任何一个不一样的话 对 必须得这三个完全保持一致 才叫参数列表一样 把顺序必须得一样 那个个数也必须得一样 而且数据类型也必须得一样 这个才叫一样的方法 否则它就是重载的方法了 明白吧 好了 这样的话 这就掉前面这个了 所以 那你如果要想明确的指定 每一个参数的话 你要把这个写上 如果也不拦着你 可以的 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index写上 这个是构造方法注入 这个是第一种情况 然后第二种情况 使用index指定 参数的位置 所以那个我们的POGO 是中 有如下 有如下 两个构造方法 哪两个呢 对 这个参数的顺序 不一样 所以这个我就不写了 我标一下颜色 你回头马上就能看明白 所以这个是 是这散的 是吧 这是这散的 这个颜色 对吧 第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两个参数交换位置了 是吧 所以这个是 它有两个构造方法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配置bin 这句bin的话呢 其实还是刚才那个bin 但是呢 却有了两个 不同的参数 属性的配置 叫做index是吧 index等于0 我想对应 内幕这个是吧 我想找它是吧 然后index等于1 我想找car 也就是说 我想找上面这个 第二个啊 好了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的选择 这个啊 下面的配置会 自动匹配 这个构造函数啊 好了 这个是 然后接下来 测试用力 好像不用写了吧 都一样的 对 都一样 都没变过 好 然后接下来 还有没有了 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更恶心 叫type 使用type 指定参数的肯定是类型了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场景啊 这个场景呢 哎呀 这个场景你们又该说那个啥了 说不可能了 这个场景是这样的 就是都叫内幕 但是它呢是死锁类型的 它呢却是integer类型的 是吧 是吧 挺可能的 就是为了让它不报错啊 看这边 这个参数 你参数它不一定对我成员变量啊 对吧 你谁说参数一定是成员变量的 我就传了一个integer嘛 我就叫内幕怎么了 对吧 对吧 一进来一看 成员变量有个叫内幕的是吧 然后接下来 所以我要把这个内幕的值 比如说就付给它了 你要不付也行啊 这不是强制的 其实就是想要干嘛 就是想要传个参数而已 明白吧 好了 那所以呢 既然咱们都写到这了 那就加个双引号吧 让它不报错啊 就不要这个 不要这行代码也行 是吧 都一样 就是让它不报 其实咱们的目的 就到就下面都没用 就是想让它传个参 你知道吗 对 好了 Spring的 你知道就是有一些搞技术的人吧 他就极致 啥极致 就是各种情况 就都给你解决了 你看就显示出很牛的那种 你看它多牛 这都能解决 是吧 就这样啊 对 然后这样的话 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看一下啊 看它掉谁 主要是 在这个地方呢 咱们来一个 person 先看一下它掉啥吧 直接运行一下 也别管它 3721 先看看它掉哪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你掉的应该是 Spring Spring 哪一个 找着 找着了吗 好了 这个时候呢 你掉的是啥东西 你看它现在掉的是 Spring Name Car Car的那个 是哪个 是 是哪个 我看一下啊 对 因为我们对应到它了 是吧 Spring Name CarCar的这个 然后但是呢 我们想让它掉这个 想让它掉这个 想让它掉这个的话呢 那你如果指定 索引的话 好不好是 索引的话 好不好是 就是 我指定啥索引呢 我第一个叫啥呀 第一个叫卡是吧 卡那个应该是零 Name 应该是一 你说掉哪个 它俩掉哪个 是吧 卡是零 Name是一 对吧 有的同学说传餐是吧 传个九八八 看行不行啊 没准行啊 这么贵肯定行 你看 它就没传进去 它就没掉我那引擎根 是不是啊 那你咋指定啊 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得用type来指定了 明白吧 来个type啊 所以在这地方呢 我们配一下type 谁是九八八 上面这个啊 对就type就行了 然后写上你的那个类的权限定名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integer的权限定名 就是渣瓦点浪点也七个 明白吧 然后所以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啊 我写对吗 对啊 一笑笑得我直发慌 是吧 就八八了就 好了啊 我把这个粘过来啊 这个是它最后一个了 就是type属性 利用type属性来区分它的数据类型 你可以试一下 这个不错的 对它类型已经能唯一限定它了 因为刚才为啥指定完顺序不对 因为它还是限定不了 但是你把类型如果要固定上了的话 它已经能找着了 它就有一个integer和那个card的那个配对嘛 它没有第二个配对 如果它还有一个integer和card的配对 那你就 而且顺序不一样 那你就得指定顺序了 明白吧 所以咱们把这个粘过来啊 使用type指定参数的类型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两个构造方法里面 是这地方不一样是吧 这块不一样啊 一个是 丝针 一个是integer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的这个bin的配置 对啊 我们的bin的配置呢 是这个 直接写integer啊 不行 必须是全限定名 它不像那个 MyBetus里面 还给咱们做映射 做处理了 它没做处理啊 然后这个地方指定type啊 指定type为这个是吧 就是这个黄绿的这个 跟它一样啊 好了 这样就对应上了 然后接下来 你就可以做测试了啊 这个是构造方法注入 咱就讲完了 你说这么一个不太常用的 它长了这么多花样